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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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放开我 我要去救家栋的 家栋 日本人 你们不得好死 好了 小姐 你就别闹了 万一让日本人知道了 那可怎么办哪 牛管家 你快劝劝二小姐吧 牛叔 牛叔 你快放开我 牛叔 二小姐 我不想这样 我是怕你管不住自己 牛叔 我要去救家栋的 你这样绑着我 我怎么去救他呀 他会死的 我知道 可是救家栋不是靠拼命啊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怎么 我怎么向老爷教他呀 二小姐 你知不知道老爷的矿计放哪儿了 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 家里的事我是不管的 没有矿气 怎么换回小少爷 不好了 我刚刚听人说 日本人全都搬进了谢家 整个一个大院子 全被他们占了 我 我去看看 희비 tinham死 你们不得好死 你看我犯的 老爷 快 来 良海 睡一 zodน 这人应该带来 这个人是谁 他是邪家大少爷 昨天晚上偷老爷的钱想跑 被老爷堵住了 他为什么偷自己父亲的钱 他俩闹别扭吧 大少爷是老爷 二十五年前捡来的孩子 老爷一直说 他是胃不熟的白眼狼 他也跟老爷不是一条心的 他跑哪儿去了 昨天晚上关到柴房 现在跑了吧 小姐 来点什么 来碗白酒 要大碗的 好嘞 稍等 白酒一碗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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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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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婚妻子 是 你丈夫是杀人犯 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不管他做过什么 他在我心里都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你不怕 替死成败丈夫这是美德 但是你没有必要跑到我这里告诉我 难道你不怕 杀了他你能得到矿器 杀了我你又能得到什么 是吗 也对 站在生意的角度来讲 不赚钱就是赔钱 我对赔钱的买卖没有兴趣 谢太太 你也应该明白 你今天特意跑到这里 是要跟我谈些双方有兴趣的话题 对吗 放了 小少爷 我有条件的 矿器在我手上 先放人 保证谢家人的平安 我答应你 可是你如果出尔反尔呢 我以一个帝国军人的身份 向你担保 我根本不相信什么帝国 也不相信你们日本军人 在这片土地上 杀人放火 奸淫掠掠 哪像不是日本军人干的 混战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还以为我真不敢杀你 你当然敢杀了我 但我也敢撕了矿器或者吞了 世界上没有捕头风的墙 所有人都会知道你因为 抢不到矿器而杀了我 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你和女丈夫还挺像的 好吧 我不杀你 因为我不想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那你说吧 我怎么能得到 你手中的东西 如果 你还想证明自己是一个人 而不是一个畜生 你还相信有神灵 你就对着天地 以你父母的性命来发毒誓 你也是读过书的人 你们中国人不是讲究孝维仙吗 你杀别人父母的事 你有没有想过孝维仙 是你们逼我的 如果想要矿器 就先发毒誓 好吧 我发誓 如果出尔反尔了 在盆土的父母 就会遇到不测 这样行吗 谢太太 来 家动 家动 我带你离开这里 家动 是我啊 家动 来 小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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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着哪儿没有啊 太好了 太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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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少爷 来 你不是说 要把我风风光光地嫁人的吗 你说别人都有娘 就我没有娘 你还要亲自给我梳头的 你跟我们说你要活很久很久的 啊 久到家动的孩子长大成人 你说要跟我们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的 你忘了 我跟你商量一下好不好 我以后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保证我 我保证我不会惹你生气了 你回来好不好啊 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呢 爹 你看 你怎么会放心把家动交给我呢 是不是 爹 爹 你回来吗 来 小少爷 老爷 老爷 您对牛儿有恩 牛儿向您发誓 我会用我的性命 保护好二小姐和小少爷 老爷 你就安息吧 谁阿 pointed 二小娘走啊 糟了 еру。 raf Fantasy 阿水 二小姐走了 你还听话 甲冬 姐姐叫你呢 谢老爷 我欠你的 只能扣手谢罪了 对不起 你有什么资格 给我爹磕头 你也呸 二小姐 别这么说太太 她算哪门子太太啊 自从她来了我们谢家 我们家就厄运连连 她就是我们家 真正的扫把星 二小姐 矿妾还是太太拿回来的 放屁 矿妾就是她和谢天子联手偷的 他们连我们谢家的家底 都敢偷 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 矿妾不是我偷的 但我知道现在解释什么 都没有用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你滚 你滚 我滚 不是我 有手 是我滚 她事 Shy 太太 请留步 等一等 太太 太太 您请留步 您能不能 听我说两句呀 请您不要叫我太太 我受不起 在牛二心中 您就是太太 我恳求您太太 能留下来 帮帮牛二吗 二小姐脾气不好 小少爷又得了病 我真怕自己 支撑不住啊 要是他们两个 有什么闪失 我怎么向老爷的 在天之灵交代 可是我留下来 只会让若雪更加暴躁 那您就看在 老爷的份上 您大然大量 受点委屈吧 二小姐脾气不好 您就让她发吧 总有发完的一天 等她筋疲力尽了 也就没脾气了 人嘛 就是以心交心 你一味地对她好 她迟早会感受到的 牛管家 您是个聪明人 您这口吼身上叫我太太 其实是想提醒我 有一份责任和义务 家动 家动 乖 张嘴 家动 我们吃一口好不好 就吃一口 来 来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出了这么多事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这又是怎么啦 这又是怎么了 小姐 您不能这样对待小少爷 她现在有病啊 不哭不哭啊 小少爷不哭啊 不哭不哭 不哭不哭 哎呦不哭不哭啊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 哎呦乖乖乖乖 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再哭再难都要过下去 听管家说 他正在想办法带你们走 这一走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也许这辈子都回不来了 谁知道呢 这万事万物啊 都要看造化的 好了好了不哭啊 我娘 我娘还在下 我要帮我娘带走 小姐 小姐你不能走 走 把这的手放开 离开 这里是我家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听得懂吗 离开 一鹤 太阳 点妹 你怎么来这儿呢 快走啊 我要拿回我母亲的灵位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顾得上这些 赶紧走吧 弟 你让开 再来一人 我娘 你怎么很可愛 快来 快来 快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那女人 怎么在这儿呢 我已经在不犯了 我已经找到了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们干什么 让开 是 是 太根大 让开 太根大 太根大 是 大姐的女孩 我已经回来 了 对吧 干什么呀你们 把我娘还给我 你还给我 还给我 你还给我 还给我 你 你还不还给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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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王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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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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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小姐 滚开 使不得太根 使不得 东野 你给我混蛋 你给我滚出来 我滚蛋 东野 你给我滚蛋 你给我出来 滚开 滚开 你答应过我要保全谢家的人 你这样不怕天打雷劈吗 你要是不怕你的父母遭死 你现在是杀了我们 你现在是杀了我们 这些人是杀了 二小姐 快走 快 快走啊 快走 快走 靠我 快走 我被抓住 珊瑾 好了 放点这 好 开了吗 你现在是要逃走吗 好 吃个鸡蛋吧 谢谢 你到底是在看书呢 还是在发愣啊 千南 如果有一个无助的人 需要你帮助 可你要是帮了他 就会得罪你的长辈 你该怎么办 那得看具体是什么事儿 怎么了 说说看 李老师 怎么了 怎么了 王老师 小五 李老师 日本人 日本人把京阵给占了 你说什么 就在两天前 谁都没想到 日本人不声不响地 把所有的煤矿都给霸占了 他们就是觉得他们无法 将自己的行为向世人公开 小五 还有没有别的消息 对 我还听说 日本人枪杀了最大的煤矿主 叫谢什么 谢炳言 对 就是他 那 那 那他的女儿 儿子呢 还有他的那个 那个 谁呀 其他人 我不知道 我慌忙赶回来 就没有再继续打顶了 佳南 谢家跟我们家是世交 出了这么大的事件 我一定要回去看一下 文宣 李老师 从这儿到复兴镇 至少要一两天的时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万一碰到处人看茶怎么办 就赶快回来了 不然我陪你一起去吧 不用了 这一带我输 我走小红 佳南 队伍就交给你带了 记住 在月灵山的山神庙等我 好吧 你多保重 我走了 我走了 现在换了就这样的情况 我可以进来吗 请进 你这是 我从谢家什么都没带出来 婆婆对媳妇给我找了件衣服 我就换上了 你换家有事吗 我找了一天的马车 我还是没找到 日本人把马 都征集到矿上去了 实在不信就走路吧 我担心若雪 还会闹出什么别的事来 大人可以走 可是小家洞走不了啊 太太啊 我来是 想拜托您一件事 你看老爷家原来是西北的 来到这儿落户以后 像是风筝断了线一样 二小姐和小家洞 他们已经寻不到根了 所以我想 我们 我们可不可以 跟您一起回上海啊 这 那 我在上海也是住在叔叔省人家的 我也听说了 太太啊 按说这个时间 给您家的第一传媒 应该到上海了吧 太太 您别多想啊 我说这话的意思 就是希望您 能可怜可怜这两个 没爹没娘的孩子 我牛儿虽然是个粗人 但我心里通量的 就从我第一次见到太太 我就认定 您是个有傲骨的女子 绝对不会和大少爷 发生苟且之事 但是有件事 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就是那天夜里 在山下的镇上 您和大少爷同时失踪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发生了什么 我们杀了那个日本人 但我不是故意的 因为当时他想强暴我 其实这一切 老爷已经猜到了 老爷替您扛下了 当时日本人拿出一颗 平安玉石 老爷看了我一眼 这一眼他告诉我 他什么都明白了 明白了你当时的无助 也明白了您和大少爷之间的清白 当时他对小少爷说 凡是败了天地过了门的 都是谢家的人 即便是犯了天大的错 谢家也绝对不会把一个女人 推出去顶罪的 其实起先我也恨过您 我也认为您就是谢家的克星 可我后来想明白了 不管人是不是老爷杀的 那些日本人 无论如何一定要治老爷的罪啊 他们的目的是要夺走老爷的煤矿 后来我看你拿着矿器去赎回了小家栋 又拼了性命救出二小姐 我就认定你是个有良知的人 我只是在赎罪 我的心里真的很难过 可是你们没有人能够明白 我理解您太太 所以我才会把他们姐弟俩托付给您 您要觉得欠老爷的欠谢家的 您就回报在他们姐弟俩身上吧 对了 太太 这件事从此以后不要对别人说了 尤其是二小姐 以她的性格她不会原谅您的 她也不会接受您对她的好 就把她烂在肚子里吧 你醒了 那起来吃点东西吧 家栋呢 阿婆带着 女儿说 争许今天晚上我们就走 我们 你跟我们一起 真搞不懂牛叔是怎么想的 不知道是你欠了我们 还是我们欠了你 现在最重要的是逃命 其他的以后再说吧 就这么走了 再也不回来了 这叫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爹死地疯 这比着我找谁算许 不行 我一定要为爹做些什么 才不枉为她的女儿 阿姐我想你帮我一个忙 您说二小姐 我想要一点胭脂唇膏 最好还有一套漂亮点的衣服 我想出去一会儿 很快就会回来的 不行啊二小姐 管家让我把您看得牢牢的 一步都不能放您出去的 你就放心吧 我想打扮得漂亮一点 跟平时的朋友告个别 不会有事的 那行吧 那你快去快回啊 进来吧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扭捏了 那什么 那什么小姐 你还好吗 我爹死了 我能好吗 节哀顺变吧 人死不能复生 这活着的人 对对对 大道理就不用多说了 今天找你们来 有一件事情要问你们 你们还想娶我吗 你爹是镇长 你爹是权贵乡绅 你们俩谁娶我 我就跟你们走 不过有一个条件 谁娶了我 就得替我爹申冤 省城告不下来 就要一路告到南京去 小雪 你怎么还不明白 那小日本一口咬定 你爹杀了人 这场官司到哪儿都没法打 你放屁 我爹什么样的人我不了解 你们不了解 行不行给句转话 你看 你看这个时候谈婚论嫁 这不太合适吧 是啊 谢家没了 只剩下我这一个筹码 我不谈婚论嫁我谈什么 小雪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 可是 现在真的不是闹的时候 对了 你看 我爹偷我烧了二十块大羊 他说先把日子过下去 其他的都不重要 对对对 我爹也让我带了点钱 知道你们要去外省 这些钱可以路上用 平日你们俩 就像马峰一样围着我 怎么赶都赶不走 可是看看现在 看看你们俩自己 你 小雪 我们也是好心 滚出去 我 我们这是一片好心 我说滚出去 带着你们的充心 你们的充心滚出去 滚出去 走走走走 好 事态炎凉 人情如指 爹 女儿没有本事替你翻盘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便宜了日本人 既然我独不回 我就烧了他 这不是谢家二小姐吗 需要点什么 一桶没有 好 给您 还没给钱呢二小姐 鸣香楼包间 地上的钱全是你的 管家 你们可回来了 二小姐从下午就出去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不是让你看着的吗 她说去跟朋友告别一下 谁知道 早说什么样子 挺正常的呀 花了妆 换了衣服的 坏了 我不怕二小姐大闹天空 我就怕他太冷静 太冷静吧 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就不知道了 那你赶紧去找他吧 好的 他往哪儿走了 那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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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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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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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